当地时间8月11日,英国王室公布了全新的军事方面的任命,最受关注的莫过于威尔士王妃凯特,他一下子获得了三个全新的军方头衔。 尽管这些头衔都是荣誉的,但显然他在国王公爹的心中,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,越发受宠了。 大家好,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,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,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 我们接着往下看,凯特王妃得到的三个头衔包括,舰队航空兵司令,英国皇家空军科宁斯比皇家荣誉,航空准将以及女王龙骑兵卫队,也被称为威尔士骑兵团,上校。 舰队航空兵司令,曾经是安德鲁王子的头衔,但这位已故女王最疼爱的儿子因为丑闻,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军事头衔,在新的任命中,他的另一个曾经所拥有的头衔,爱尔兰皇家军团上校, 被授予了爱丁堡公爵夫人苏菲。 皇家空军科宁斯比皇家荣誉航空准将,这一头衔原本是属于凯特的丈夫威廉王子的,给了他多少也有些左手转右手的感觉。 另一方面,凯特和皇家空军也是有渊源的,他的祖父彼得,米德尔顿曾担任过战斗机的飞行员。 女王龙骑兵卫队上校,是查尔斯在担任威尔士亲王时的头衔,他倒是没有给儿子,而是直接给予了儿媳妇。 而查尔斯本人也是继承了他那已供母亲的八个头衔,此外,卡米拉也得到了一个。 威廉王子在这次新的任命中只得到了一个头衔,陆军航空队总上校,但因为那是曾经归他的弟弟哈里所有的,所以也引起了不小的讨论。 英国王室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的留言板上,充斥着为哈里喊冤的声音,称后发王子曾在武装部队服役了十多年,并且也热爱军旅生活,但最终却落得个什么都不剩的结局,王室很无情,有人这样写道。 不过对于这样的论调,不少人反驳称,军方荣誉头衔只授予真正的王室成员,无论是哈里还是安德鲁,他们都已经无法再为王室工作了。 尤其是哈里,他是自觉于王室的,或许他会觉得愤愤不平,但选择是他自己做出来的,也就只能默默承受了。 此外,也有人反驳那些为哈里鸣不平的声音称,安德鲁年轻时为英国皇家海军做出的贡献不比哈里少,他甚至还参与过马岛战争,而且即便英国政府担心他会阵亡而让其撤回办公室工作,安德鲁仍然留在了战舰上,据说是女王的坚持,担任直升机副驾驶, 执行的任务包括反潜战和反水面战,飞鱼导弹诱饵,伤员疏散,运输以及搜索和空中救援等。 也就是说,论起军方的功绩,安德鲁比哈里更值得铭记,但毕竟他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犯了严重的错误,被剥夺头衔也是理所应当的。 而根据每日邮报8月11日深夜的消息称,伊丽莎白二世在世的时候,王室一直都为哈里留着门,期待他能够回家,这也是王室官网上三年来迟迟没有撤下哈里的殿下称呼的原因。 但最近这个称呼被悄悄地拿掉了,只是将其称为苏塞克斯公爵。 分析认为,这并非是所谓的疏忽,而是查尔斯采取了雷霆手段。 尽管查尔斯对他的小儿子感到痛苦不堪,但他的态度更加果断,有评论这样说道。 从查尔斯将哈里梅根驱逐出弗洛格莫尔小屋就可以知道,他不会让儿子有退路可走了。 当然,这可能也跟哈里带给他太大的创伤有关, 哈里没说过女王的坏话,但对他的父亲以及继母卡米拉却毫不留情, 对哥哥威廉和嫂子凯特也基本上算是撕破了脸皮。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,查尔斯三世和卡米拉王后即将离开他们克拉伦斯宫, 离开这个居住了二十多年的家园,搬到备受瞩目的白金汉宫。 然而,这一切要等到2027年才会实现。 这一决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,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细节。 据英梅称,目前,这对王室夫妇正在苏格兰度过夏季假期, 而他们主要的住所克拉伦斯宫也因为修上工程而暂时空置。 克拉伦斯宫曾经是几位高级皇室成员的居所, 包括女王本人和女王母亲。 查尔斯国王在入住克拉伦斯宫之前进行了大规模的翻修工程, 但他保留了许多房间的原貌,以保留祖母居住时的风貌。 花园室是克拉伦斯宫的一处亮点, 他装饰着白色的墙壁和木质地板, 配有奶油色图案的沙发和粉色咖啡桌。 金色的装饰细节营造出一种宏伟的氛围。 墙上挂着一幅勒安德罗·巴萨诺的画作, 桌子上摆放着女王母亲的半身像。 卡米拉王后还在这个房间里拍摄了一张照片, 展示了她的书和一张红色巴洛克印花沙发。 这个房间充满了温暖的氛围, 营造出一个舒适的阅读角落。 据悉, 沉间室是皇家夫妇接待正式访客的地方。 这个房间有一个传统的壁炉和休息区, 橱柜里陈列着许多瓷盘和摆件, 墙上挂着女王母亲的肖像。 旁边是一座十七世纪的石钟和一把鸭蛋蓝色和金色的椅子。 这个房间展示了皇室的历史艺术品, 还摆放着查尔斯国王与年幼的哈里王子的照片。 克拉伦斯宫的另一个起居室有薄荷绿色的墙壁, 配有奶油色的木质箱板和一个白色大理石壁炉。 墙上挂着一幅画作, 地板灯上有一个粉色的灯罩。 这个房间的装饰充满了奢华和精致, 给人一种舒适和温馨的感觉。 除了室内的装饰, 克拉伦斯宫的花园也是皇家夫妇的骄傲。 国王在这里种植自己的有机水果和蔬菜, 包括各种品种的番茄、南瓜、豆角、辣椒和金桀。 这个花园是国王亲手打理的, 为宫殿增添了一抹自然的色彩。 然而,即将到来的搬迁计划将使查尔斯和卡米拉脱离这个令人怀念的居所, 他们将前往备受关注的白金汉宫。 白金汉宫是英国君主的正式住所, 拥有悠久的历史和雄伟的建筑。 查尔斯国王将在那里继续履行职责, 承担更多的皇室使命。 当然, 这个决定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和讨论。 有人认为, 克拉伦斯宫是查尔斯和卡米拉共同的回忆之地, 值得他们继续居住。 不过, 让查尔斯和卡米拉迁往白金汉宫也有其合理性。 作为国王, 查尔斯需要更加紧密地与卡米拉合作, 以确保王室事物的顺利进行, 而白金汉宫作为象征和中心, 提供了更好的便利和资源。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, 从卡米拉荣光焕发气定神贤的状态来看, 二王子的咒骂确实没有让卡米拉受到多少伤害, 这种刀枪不入混不吝的样子, 还真有几分符合二王子嘴里的恶棍评语。 这种就喜欢你看不惯我, 又干不掉我的挑衅是反馈。 估计又会让加州豪宅里的女主人躺在地上打滚了。 不过, 卡米拉真的不是故意气谁, 而是相对于她所经历过的风暴, 二王子的爆料也好, 咒骂也好, 真不算什么。 而且, 对于一项口碑不佳的老卡来说, 二王子无差别的火力全开, 无形中减少了对自己的攻击, 本来担心二王子的备胎, 写的是邪恶后妈, 没想到却是我爹和我哥我嫂子对我老婆的迫害, 把她从风暴中心给摘出来了。 所以, 卡米拉的好心情真不是装出来的, 她已经不是第一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。 这个本应被全社会唾弃的地表最强小三, 却有着让人难以置信的福气, 每每在最关键的时候, 总会有人跳出来替她挡刀, 而且屡试不爽, 简直就是天生拿的大女主的剧本, 在危机关头, 总会有人为她牺牲, 雇她周全。 她年轻的时候, 小情人查尔斯当兵走了, 寂寞难耐的日子里, 马上就有前夫替补出场, 乖乖地当了接盘侠, 等查尔斯回来, 旧情复燃, 又有戴安娜脑袋瓜子一热, 一哭二闹三上吊地让出了位子。 而誓言绝不能娶她进门的王太后, 也没有让女王继承她老人家的遗志, 女王不但同意了大儿子的离婚再娶, 而且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 还为她登上王后宝座, 亲自背书, 扫清障碍。 当然, 这其中怎么少得了梅根和哈里的神助攻, 没有这两口子的坐天坐地, 也就显不出来她老卡维护王室, 忠心耿耿地可贵, 可以说, 没有哥儿姐这个漂白计把卡米拉完美弄上岸, 女王能不能下决心为老卡开道, 都是为之数, 奈何人家就是命好。 真的挺奇怪的, 王室真是盛产痴情男, 查尔斯, 威廉, 哈里。 无意不是恋爱脑痴情男, 全都是为了老婆赶完命的人, 按说他们的老婆都应该有足够的安全感, 大可以安于世当个贤内住了, 但是为什么只有咱们哥儿姐这么敏感, 这么自卑, 这么做出圈呢? 后来算是看明白了, 感情人家安于世安着安着就能当王后了, 只有咱们公爵夫人这辈子是甭想了, 只能是谁上位给谁请安。 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,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,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, 我们下期再见。